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池莉玉童子好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市貓藝館 等一下要進去逛 然後下午1點開始 帥狗會去遊戲王的官方攤上面 當菜包 不 當紫沙包 當 你懂我意思就好 我要跟大家交流 那帥狗今天準備排除 有石界神 斬擊 黑暗大法師 原罪 我就要看我到底能夠輸幾把 贏幾把 有趣 但是在開始決鬥之前 我覺得我還是慣一下曼博裡面的東西好了 其實我很久沒逛 然後今天來的比較早 感謝攝影大哥月牛 今天他載我來 然後我們還可以一起逛 所以我要結束了 快去逛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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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代的大哥 五個禮物是用給你們的 兩天 那個深幽青 Degimon Way Let's go 哇 好扯喔 你說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地墊 地墊 還有暴龍獸的娃娃 他放在這裡就只有你買一組 那是什麼快龍 官方帶頭稿 那是我最喜歡送偶唄 喔 他有加布獸欸 好可愛 Langado的坦 大得很 帥狗Discord群組有一個玩家 整天在推這個遊戲給我 我告訴你 讚 有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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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嗎 有了嗎 有一球 還有一球 你還有兩球喔 狗哥 還有兩球 還有一球 嗨 狗哥 那邊 選一隻 喔 選一隻喔 對 喔 所有的中就給你了 舒服喔 謝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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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就給你了 哇 他是本來綠色就中的意思對不對 是吧 啊你要什麼 怎麼辦 這都是沒什麼東西 啊 你都沒什麼興趣的嗎 有Dio欸 對 你不要我就選Dio啦 給你啊 OK OK 哇 從一對面裡面 選了一個男人 不愧是家裡只有Dio的男人 沒錯 其實我應該選那個輝月姬啦 不過我覺得Dio 我跟女王都會喜歡的 確實 讚讚 其實今天現場的攤位還有很多 整個帥寶 只要是來打牌的 沒辦法慢慢過 這邊大概快速過一下 讓各位看 我興趣的很好 這幾天快點來 不知道我這支影片 發時間來不來得及就是 那肯定是要回去 對啊 喔 間諜加加久喔 來 瓦克瓦克 瓦克瓦克 喔 雅果是那種妹子懂嗎 Pa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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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的店 我的店 對 我的衣食庇 來了 好高水 好了 我要來工作囉 哇 你的iPad God My God 好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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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再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實戰環節啦 當然我能夠明白啊 各位應該都是希望能夠看到 我把整個決鬥的內容播出來 但是很抱歉啊 帥狗不論是人力物力 甚至是嘿嘿嘿 體力都沒辦法支撐長達5個小時的拍攝 所以啊 我大概就拍了前幾場 這邊配合後製的錄音 跟大家分享 我都碰到了哪些牌 然後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 啊每副牌的勝率又如何 帥狗第一局碰到的牌啊 是不死族牌組 帥狗派出來的牌就是石屑神 而且我的手牌算蠻順的 第一回合就拿到了 形式傳送 訂了一張扶生種 而且又召喚Sanda 就是4000分攻擊力的石屑神啊 很輕鬆解掉對方的怪獸 但是其實當時我手牌 石屑神沒有幾張 後續的資源運轉能力 不是很夠 只用兩種石屑神在跟對方不斷的耗 那對方可能是耗久了 發現自己的資源不夠轉了 最後 主動選擇投降 這場帥狗算是好運撿到了一場啊 下一場呢 帥狗使用了黑暗大法師 沒有很意外 現在就輸掉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其實我沒抽到什麼好用的卡 遊戲又結束了 然後在下一場就碰到了 XD混雷精靈 大噴射啊 現在META的牌組 很強 帥狗我自己也出動了斬擊 但是對方先攻 然後 訂了一個 龍劍的半啊 就是不能從額外偷裝 怪獸的裝備怪獸卡 帥狗後攻 然後沒抽到一滴或者是壞獸 所以我連動都沒動 這把就直接投降啦 在下一場碰到的是 蓬鬆棋風鳥 一樣我是斬擊後攻 然後對手先攻 演了一大串 基本上我都沒有很怕 可是最後對方訂了一個結界項 啊沒了 我手上一樣沒有壞獸跟ED 所以也什麼事都沒做 我就直接投降了 斬擊一上來就連跪了兩場 我是還蠻難過的 哈哈 然後旁邊觀眾還跟我說 帥狗你怎麼不用斬擊啊 不是我不用啊 是我動不了啊 然後接下來我繼續玩喔 還碰到一個很有趣的 元素英雄牌組 基本上斬擊打他算是 五五開 只是對方手上 念了一個誠實內要死 斬擊也過不去 沒有任何康或是解藥怪獸手段 也沒辦法 所以後來跟那場元素英雄 耗得很久 耗到後來是我輸了 然後我還碰到一副很有趣的 神魂混雞皇帝 啊超有趣 這我也不知道他在幹了什麼事 反正就是 他有很多雞皇帝的動點 然後在那邊運作 啊帥狗我玩的是 大法師喔 結果慢慢也跟對方耗 後來這個 神魂雞皇帝呢 是被召喚神給送下去啦 大法師居然贏了啦 太神啦 那召喚神強就強在 是我用黃靈墓 壓對方的墓地 然後蓋了神軒 神通 放了一個無敵抗性的召喚神 然後加個魔神火焰砲 算是一個很完整的陣型 所以這個神魂雞皇帝呢 是動不了 那在下一把我碰到的是 伊士壞 哇 也是現在很強很強的牌喔 伊士壞有強大的支援運轉能力 以及展開能力 那這一把帥狗 也是用大法師跟他玩 比較有趣的是 陣型嘛 定一半 後來是好不容易耗贏人家 非常的高興喔 然後之後還碰到了閃鬥機 跟戰士英雄 以及兵劍龍 前陣子的御主 還有白銀羅主任 我也碰到一副原罪 閃鬥機 還有深淵烙印 這些帥哥都有碰到 最有趣的是 我碰到一個展開很強的牌啊 他一開始沿了三個大定 我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然後我手上只有兩張大法師的屍塊 我心太炸啦 我覺得啊 手上的卡都沒動點 沒結場的點 啊 兩張狐 然後我後宮摸到一個金牽狐 發動 地方沒有康 喔 真的是感謝他沒有康啊 我開始翻翻翻 翻到後來出現一張金蛋 沒有錯 這張神蛋救了我的一命 喔 我直接把神蛋拿上手 然後把他場上的三張大定全部吃掉 我就安全下裝 現在對方因為被神蛋耗了一波大型的資源 所以他在下回合並沒有成功要我的命 而且 接著神蛋就回到我的場上 讓神蛋本身是有一定的抗型的 所以 在連續好幾回合內 對方都沒有辦法解掉我的神蛋 而且我又壓了一張黃鱗木 算是對方沒丁沒當啦 好 我也是抽了好幾輪 最後 真的是好不容易 湊起了五張大法師 我今天第一次用黑暗大法師 贏遊戲 謝謝謝謝謝謝 他被神蛋困住啊 我打不了神蛋 做個總結啊 這次比賽的戰績喔 原罪輸的比較多 原罪大概玩了四場 然後好像只贏一場 輸的比較多 再來是斬機啊 斬機一開始二連貴 首先是斬機大概輸了三場 可是在活動快結束的時候呢 其實帥狗是有超時工作的啊 加班 自主加班啊 想說那麼多人來玩 不好意思就是打就美 中間有個玩家也耗很久 所以我想說 可以的話 盡可能跟現場玩家多玩一點 打機不要吵 所以最後面幾位玩家 帥狗幾乎都是拿斬機跟他們玩 那就到最後幾場 斬機算是發揮的比較好 贏的都很快 最後算下來的斬機應該贏了有 四到五場 大法師 應該也是贏了三場 輸三場 最後就是實現神 實現神用的相對比較少 好像打了四場而已 啊 只贏一場的樣子 就是贏第一場 哈哈哈 好 這就是我這次的戰績啊 也感謝各位來玩 拿機 那因為這次影片拍攝時間比較急啊 畢竟動漫展已經開始第二天了 也希望能夠快點跟大家分享這次的內容 所以這支影片沒有字幕 還請各位多多包含 那麼感謝所有來看這支影片的觀眾 也感謝當天來玩的朋友 那動漫展還有兩天 歡迎大家來玩喔 YES 哈囉 歡迎今天來玩的玩家們 謝謝大家來玩 拜拜 YES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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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